什么样的昆虫既能解决餐厨垃圾 还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她的一生变幻四种形态 但寿命却只有三四十天 一天的话可以出一根虫 因为产卵量少 养殖户只能艰难维持 乡土专家能否帮她解决难题 很疑惑这个事 到底什么原因 与之详情 敬请收看 变费为宝的黑水萌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厨余垃圾 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负担 据不完全统计 2020年 全国产生的厨余垃圾达到一亿多吨 目前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 卫生填埋 焚烧发电和堆肥 都有一定的弊端 近些年 人们发现一种叫黑水萌的昆虫 既能处理出于垃圾 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可谓是一举两得 山东省辽城市的曹凯迪 从2020年开始养殖黑水萌 就遇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求助农户曹凯迪 29岁 求助问题 黑水萌产卵量少 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曹凯迪是吗 对 您这黑水萌是在哪里 我只看到黑黑的表面一层 上面都是 基本上都是 我看到了 就这密密麻麻的 白色的 对对对 黑水萌是腐蚀性昆虫 在自然界中 以腐烂的有机物为食物 属双赤木水萌科 学名叫亮斑扁角水萌 她的一生要经历卵 幼虫 涌 成虫 四种虫态 黑水萌只在幼虫期进食 一个1000平方米的黑水萌 幼虫养殖大棚 一天可以处理6吨餐厨垃圾 所以黑水萌又被称为 环保小卫视 黑水萌的幼虫 烘干以后 可以作为水产 出勤 宠物的动物性蛋白饲料 主要向往全国各地的水族市场 以及生产宠物饲料的企业 它的粪便还可以加工成有机肥 可以说全身是宝 您能放一点在我的手上吗 我想感受一下 它就像我们吃的那种残永 但是要小一点 它像在我手上蠕动 我已经受不了了 有的可能人比较害怕这个 我看这些小虫子都蠕动都活着的 这不长得挺好的吗 我现在遇到问题就是卵少 然后现在我一共是五个大棚 现在是刚运行两个 还有两个大棚没有运行 卵比较少 对 卵比较少 然后它现在卵不够用 黑水萌的一生非常短暂 在条件适宜的环境中 只能存活30到40天的时间 其中卵孵化成幼虫 需要两到四天 幼虫经过八到十天的生长 慢慢变黑 就不再吃东西 逐渐化成蛹 在合适的温湿度条件下 蛹经过十到十五天的时间羽化 就变成会飞的成虫 成虫期一般在十天左右 在这里面 哇 我的天 等一下 我先扫一扫 这有虫子 有活的 我的天哪 它长得要有点像营火虫 但是要比它大好多 对 那为什么它们都往我的脸上跑 因为它可能是虫子 比较喜欢亮丽的颜色应该 这是什么植物的叶子 它这个是树叶 假树叶 假的 对 假树叶 还真是 还真是假的 它虫子三天之内 它不是不进食吗 上面就是给它喷点水 叫它喝水 然后在这个树叶上交配 咱为什么不用一些蒸叶子 蒸叶子一个是容易坏掉 容易死掉 然后也不好打理 这种尾部 对着尾部的就是在交配 对 那它们就交配完产卵的话 产到哪里呢 树叶上吗 不是 它产卵到这个小箱子那 也就是说它这个是缝隙里面 这种白色的就全都是卵 对 这样仔细一看 每一层的缝隙里面都是 正常来讲的话是需要满的 这个里面更空 就是这种对 这更少 更少 这个卵确实这样看来的话 是比较少的 这里面200平方 一天可以正常来讲 能出两公斤左右 正好够我那四个朋友 他现在是才出不到一公斤 所以说就不够 要少一半都有 因为产卵量少 曹凯迪准备的四个幼虫养殖大棚 如今只有两个投入使用 另外两个大棚只能暂时空着 这个棚养殖面积是600平米吧 然后它这是撒尺子 一天的话可以出一吨虫 一吨虫 对 一吨虫都2000斤 然后一斤一块钱 然后可以2000块钱 一个月的话就是可以卖到6万 它成本也很高 包括人工啊 电费 还有都是地租 跑去这些一个棚 大概有2万多块钱 那四个棚的话就是 8、9万块钱吧 要是全部养殖好 差不多可以这样 它现在是一个半棚 所以说它还有两个棒想着 它现在一个月只能是3万多块钱 只能说是宝本 所以说就压力比较大 曹凯迪高中毕业以后 就一直跟着家里人做水族生意 但最近几年 家里的生意到了一个瓶颈期 曹凯迪就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后来无意间接触到黑水盟 经过调研他发现 黑水盟养殖是一个新生事物 饲料成本低 容易管理 并且利润还比较高 于是他就决定养殖黑水盟 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一开始吧 我不喜欢干这个 因为这个太有味 在城里也干好好的 自己也有生意 我也说不听他 那你自己干吧 船上船上去吧 我反正不给你投资 你自己干吧 尽管家里人都不支持 但曹凯迪还是拿出 自己的所有积蓄50万元 又跟朋友借了30万元 准备大干一场 等所有的设施都已经建好 没想到却因为产卵量比较少 养殖一年多 不仅没盈利 连收回成本都遥遥无期 母亲要替自己还钱 但曹凯迪拒绝了 他还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黑水蒙养好 走出当前的困境 既然是让自己想好好干 就把它干到底 就一定要努力 不管是困难 或者是怎么样 想不出办法 一定要自己坚持下去 乡土专家层层筛查 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光线它还不是主要原因 黑水蒙产卵量少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所以我就感觉不会差距这么大 不要走开 精彩稍后继续 打开织物脱口 正在开门 直接把衣服脱这个窗口里边 我脱完之后 我的那个积分是直接到卡上了是吧 对 它会关掉门自动给你称重 然后兑换积分 直接到你卡里边 曹凯迪每天到菜市场 收集剩菜叶子和瓜果 而今天我们找到的乡土专家 却在小区通过推广垃圾分类 让大家自觉把厨余垃圾 投放到固定位置 从而收集黑水蒙的食物 乡土专家王存秀 35岁 养殖黑水蒙7年 每年生产商品虫300多吨 王存秀从2014年 开始养殖黑水蒙 经过六七年的发展 目前拥有四个养殖基地 每年生产商品虫300多吨 年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 王老师 你看 这是我产染箱 你来产染箱看一下 我们多看几个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产染板的问题 没有发现 你看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板 再拿一个正常的板 这个板就比较正常 看了没有 你看这个缝线 那个卵冻麻了 这怎么回事呢 王老师 因为在自然界里边 这个黑水蒙 它也是产到 很小的缝隙里边 或者树皮上 为什么呢 它是为了躲避天堤 如果你的缝隙大了以后呢 就能发现它了 所以说它很聪明的 它为了保护它的后代 它不会在这个缝隙大里边产 就会在这个小缝隙里边产 这个原因 对 这个缝隙对它还有影响 对 你知道这个缝隙 最适合它产卵是多大吗 不知道 一到两毫米 不能大于两毫米 黑手蒙养多久了 养一年多了 那很对 我原来养一年多的时候 还不如你呢 孟老师一开始讲的时候 也就是不懂事吧 那个缝隙比你这个大 经过请教专家呀 给摸索啊 加实践 才找到一个 最适合它一个缝隙产卵 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 走 我们得去看其他的 为了吸引成虫 到产卵板上产卵 养殖户一般都会在 产卵板的下面 放上一些积粪 作为引诱物 乡土专家 首先检查了一下 这些引诱物 并没有发现问题 那表看一下 这个温度的话是28度 是适合成虫产卵的 它适合的范围是25到35度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大家看一下湿度 你这个湿度的话是70% 也是适合它的 它适合范围是60到80 这说明温度 湿度是没问题的 我们再去把温度表 放这儿来看一下这个光照 行 好 老老老师你看我这光照 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你这是换了阳光板 改建的是吧 对 加上外边这个天气很清朗 这个光照是没问题的 下雨跟阴天说你用什么 开灯 你这个是什么灯 这就是用的白色灯 白色LED 白色LED灯 有没有效果 这样凯迪你开一下 感觉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 开一下给王老师看看 好 没效果的 黑水蒙在繁殖期间 光照强度 直接影响成虫的交配活跃度 在自然环境中 如果天气比较晴朗 光照比较充足 黑水蒙成虫主要在上午进行交配 但如果遇到阴雨天 光照不足 黑水蒙成虫就很少进行交配 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补光 乡土专家经过多次试验后发现 像曹凯迪使用的这种单色补光灯 效果不明显 那种模拟太阳光的全光谱LED补光灯 效果比较好 你看今天的光线 这个光照都特别好 你的残暖量也不高 光线它还不是主要原因 不是主要原因 对 因为当时把这个温度 湿度 光线 还有残暖板等等去排除以后 很疑惑 这个到底什么原因 可弟 你看这个成虫 它的活力不大 活力不大 对 怎么算活力不大呢 你看它这光线这么好 你看它不怎么飞 而正常的话 这个光线这么好全部都要飞起来了 这寻找佩尔去了 它应该是乱飞的是吧 对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嗯 走 咱去看一下你的温 看到你的温你就知道了 温在这边好像 你这个温大小不一 你看看这个多大 这都这么小 还真是 这个如果雨化以后呢 它也藏不了暖 可能变成雨化以后就死掉了 这个影响产软一次之后去 对对对 因为这几点全排除以后 就从根本去找了 就它的成虫 成虫看到大小啊 不浓力啊 营养啊等等 曹凯迪养殖的黑水蒙 成虫活力不大 涌得个头偏小 并且大小不一 乡图专家认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问题很有可能出在幼虫期 你这个虫是第几天的 我这十一二天了 已经是商品虫了 对对对 你这个个头有点小 个头小 对 太小了 它这个个头最大的 顶我那边是个头最小的 温大大叫王老师啊 对 当时就是感觉好像有点 心里有点不服的感觉 他说的他那个 养的皮股这个大很多 第一我没有见到 然后呢 我从网上查的一些资料 问的一些人啊 这个养殖办法 就跟我现在这个差不多 所以我就感觉 不会差距这么大 你喂的什么料啊 我喂的是 我这个附近有个菜市场 然后我经常给他 拿一些这个菜叶子啊 果品之类的过来喂他 他的营养太单一了 你要给他加一些 餐厨垃圾这样的 他营养比较全面 因为这个垃圾里边 他本身就是人吃这个 生菜生饭里边有鱼啊肉啊 他长得高度比较大 那不味儿吗 那都味儿啊 我感觉这个喂着白菜 它比较干净一点 这个食物区 本身这个黑唇膜 它就是腐蚀性昆松 为什么它也是有味道的 因为菜叶子呢 它还会降低它的 那个产量 我感觉我这个 就基本上可以啊 个头什么的 我感觉不小了 要不然你明天 拿点你的上米虫 油 跟我们对比 对比较一下 那也可以 可以去看一看 你能不能在这儿是吧 对 行那到明天去看一看 王老师那个养的那个虫子 是吧 好 哎 卡迪 这个是我们的右重养殖 怎么你跟我那不一样 王老师 对 我们这儿立体的 立体养殖节约空间嘛 打比方 一平方 我等于是三平方 我四平方五平方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个棚 可能要顶你那边 好几个棚 那肯定要顶你那边 好几个 那王老师 你这个架子 费用高不高 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 那也不行 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 去坐这架子 后期可以考虑 对 后期考虑 对 走 我带你去看下右手 行 好 你这个虫子是几天的虫子 七八天的 正好我这个也是七八天的虫子 对比一下我看看 行 来 你拿着几个 我这个是小很多 对 就感觉好像我这个很瘦小的样子 它这个偏小又瘦 等于是大 营养不良 不比的时候 觉得自己那个养的挺肥挺大 是吧 对 人一比较就感觉好像 确实小很多 是吧 看到人家那个养殖的虫子 确实比三自己养殖的要大 并且还比较肥 然后活跃度 也没人家的大 就有可能是 人家说的这个办法 确实是 确实是对的 黑水萌的一生中 只在幼虫期进食 所以在这一时期 它需要更多的能量供应 黑水萌的食量很大 一条三斤重的鲤鱼 用不了多长时间 它们就能把鱼吃光 所以当营养不足 或食物不够时 黑水萌的幼虫个体偏小 繁殖能力变差 这是曹凯迪的黑水萌 产卵量少的主要原因 参观完幼虫养殖棚 王存秀又带着它们 来到繁殖棚 你这里边真的好大 我们这边这个产卵棚 总共是大概的500平方 你看到吗 每天的话 大概产卵的话10公斤 这边是我们的泳 走一下 哥特 你这个泳挺大的 拿你的泳 我们对比要下 你那是大 我那是小 曹凯迪养殖的黑水萌 幼虫个头比较小 化成泳之后 个头自然也偏小 这样就直接影响 成虫的活跃程度 和产卵量 你这边虫挺好吗 老师 到处都在乱飞 我看你这边灯都开了 对 这个就是我上次跟你说 那个摩尼太阳的博光灯 今天本身阴天 所以我从9点就把它打开了 就是虫的平方那边多多了 活跃度也平方的高 是 是吧 看一下我们的肠药板 好 王老师 你这个软是挺多 都满了 真是 看不到缝隙 你看这两个块的 你那都满满的 对 今天这天气也不好 王老师 你这肠药板都这么满 对 平时都也都是满满的 你这个缝隙是平方的小 是吧 对 我们基本上都在一毫米 进去之后一看 人家那个虫子又活跃又大 然后那个缠缠本上面 密密麻麻的 都是满满的虫缠 就感觉 它屁我那里就是好太多了 就是我要是能达到这种程度 我那问题都解决的 乡土专家的养殖场 让曹凯迪大开眼界 他也从中看到了差距 参观完乡土专家的养殖场 曹凯迪决定 听取乡土专家的建议 在饲料中添加厨余垃圾 可是这厨余垃圾 该去哪里收集呢 你那养殖场附近 有我们那个参俗鱼的点 然后我已经帮你联姻好了 到时候你可以对接一下 行 非常感谢我老师 参丹板的缝隙 要给它调整一下 调到一毫米 进门那要加一个防塘门 防止这个冲冲往外逃 那么到了清明节了 阴雨天比较多 然后要把这个曝光灯 要安装上 要把阴雨天的话 它会硬让它胶背参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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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老师来了 你好 汪老师 给你拿点东西 好 谢谢 你这是忙活什么呢 汪老师前天你说这个间隙太大 我就这个改了一下 来 量一下 这还是行动派的 刚说了就开始改了 是 现在缝隙是变小了 汪老师 都在一毫米 你改得挺好的 汪老师是吧 汪老师 你这个箱子是拿了什么来的 给你带了两样宝贝 宝贝 对 这个是你昨天前天说的灯 摩尼摩尼探眼灯的 那现在能挂吗 现在这个灯还不能挂 这个点它正好是交配的 等到下午的三四点钟 我们再挂 还有一样 这是摩老师 这个是葡萄糖 或者咱那个成虫 活动力不大嘛 这个是给它补充能量 因为黑水蒙到了成虫阶段 不再进食 只从叶片上吸收水分 所以利用它的这个生活习性 在假叶片上喷上一些葡萄糖 让成虫吸收 葡萄糖分解后产生能量 可以提高成虫的活力 从而增加一部分产卵量 这种水是满的是吧 对 满的 20升 对 20升 20升的话我们这一瓶是500克 我们就兑大概是250克 250克 就是它的一半 来 好 大概的这一半 来 凯迪我教你做下示范 好 打开它 看一下 这样 好了 披萨均匀 尽量让每一个城中都能喝到水 就是你看到岸 上面它能滴水了 然后你再继续往后 好 我也试一试 来 这个桶沉不 还行 往里再喷一点 往里面喷一点是吧 对 一定要喷一撒均匀 这样可以好吗 对 可以的 为了加快进度 曹凯迪就喊来一位朋友帮忙 这个门往这儿 凸出一个两米 往这儿再凸个两米 我们这儿再立个立柱 两边都冲刹 这边有一个门 这个门是在磁铁的中间 就是我们一进来 它真的会把它关掉 这挺方便的 是有两道门了是吗 对 两道门 这样的房子 撑虫往外逃 我看大哥已经在开始准备了 好 我们开始吧 在一块吧 我们开始吧 我们开始吧 真的挺好 辛苦孟老师了 主要是这个 咱弄上之后就方便了是不 对 也可以防止这个冲往外逃 王老师我发现您是什么都会 因为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家庭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小事情 安装个灯口啊 接个小电线啊 所以它比较简单 所有的灯安装好以后 几个人一起合作 将补光灯悬挂到假叶片的上面 真好看真漂亮真漂亮 很亮的是不是 这匹这枪漂亮多了 这样的 这样可能对产染量 可能会提高很多下一步 对 一定要记住就是连续下雨一天的时候 我们你把那个灯打开 嗯 就是每天九点到下午三点 哦 这个点打开 对 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你随时可以打电话 咨询我 行行行行行 好好好 可惜可惜可惜 没事没事 都干到九点了 没事没事 安装完补光灯 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 在这短短三天的时间里 曹凯迪学到了很多知识 更新了观念 对未来也更有信心 我们忠心地祝愿他 在养殖黑水萌的道路上 越走越宽敞 越走越顺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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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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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